881金融中心熱線 1872881 本節目只反映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熱線1872881已經開放了 聽眾可以現在打來跟我們的同事登記 答案之後就會詳細跟你談談電話 當然很多散活投資者 尤其是其實我都很關注 究竟手上的資金應該是抽IBON好 螞蟻好 還是抽其他新股好 這個吊脫引 留個尾巴硬少少先講 先講一下這個星期的港股走勢 恆生指數就連升四個星期 這個星期都升了超過500點 升幅有2% 而且累計四個星期升幅都有1683點 是今年以來最長升市 至於國企指數同樣都是連升四個星期 相反科技指數就跑輸大市 還有美股方面走勢都弱少少 之前的升勢就斷了 還有上陣指數都跌了1% 說回恆生指數 上到24,919點 即是25,000點再看 其實之前擔心一些不明朗的情況 又似乎在最近這幾個星期 又未有反應到 即是等於11月3日的時候 美國總統大選的時候 是否到那時才反應呢 有幾樣因素 現在踏入10月 現在差不多10月底 最後的10日工作日 有幾樣因素大家要知道 其實你說連升四個星期 科技指數就不一般 今個星期科技指數就下跌 即是證明有些資金由科技 由新經濟走去舊經濟 所以令到恆生指數和國際指數都有升幅 剛才你提過10月有什麼驚奇 其實似乎早一段時間 那個驚奇就是了 特朗普中了新冠肺炎 不過那個驚奇 就三天可以康復 這個真是 這個大驚奇 好了 不要說這件事 因為九月份 年升三個月 但是不要忘記 之前那四個星期 是連跌了很多個星期 跌了1700點 跌了9月 現在收復一部分 或者失地 這次就算了好 剛剛站穩了 在一條五十天和八天線身上 跌穿了一個多月 收復之後站穩了兩天 是不是真的站穩呢 剛才你所說的 有什麼因素 將會 五中全會就開了 是 第十五個規劃 也都是 將會出台 這個就是剛剛 五中全會出完之後 才到美國大選 這個我想下個星期 注目點就是 有什麼風聲流出來 究竟如何單循環 雙循環 如何內循環 如何捧著經濟 近期 人民幣升幅確實很厲害 反映了大家都相信 中國經濟上得比較 其他穩陣的 還有 美金近期都沒有繼續積弱 不過主動性 人民幣升得太過厲害 是否真的不需要太過注重出口呢 中國自己的內循環 內循環就不需要 人民幣升值 越升值就越好 內循環越貴 這些東西 越購買力 所以 購買力越高當然越好 這樣想 這個真是今個禮拜 在今個禮拜 五中全會 大家會不會有些端倪看得到呢 好了 還有 接著就是美國大選 但現在美國大選 是不是真的 在市場 尤其是美股那裡反映了呢 有幾個因素 大家要知道的 第一就是 很厲害 某一邊就大獲全勝 另外一邊都沒得談 怎樣去抗議 最重要就是 比如拜登 贏到開了行 即時知道 但今次因為 有了疫情關係 有很多用郵遞 你說現在郵遞就很快到 如果真的 我最後一天 二日才郵遞 三四日後才數到票 那時候的票怎麼算呢 我覺得 三四日都未必知道 真正的結果是怎樣 最多說 有些 收到那些州份是怎樣 那些州份是怎樣 不過 選舉人票呢 大部分都應該會知道 結果是怎樣的 不過就是 第二個狀況就是 特朗普贏了 當然 大家都覺得 哎 那你先贏吧 最糟糕就是 大家叮噹馬頭 都不知道怎樣 五波 或者到時候 要再重點票 其實那時候 2000年的時候 曾經有重點票的 那時候兩個總統 曾經 都拖了一個多月 過多月 那時候 那個標譜是跌了10% 即是沒有結果之下 那個震盪在金融市場 會比較大些 大家都會爭 究竟誰贏啊 究竟這段時間 政府是不是真空啊 即是這些情況之下 會有 但是很多情況 都是不是真的 已經反映了呢 現在 道指和納指 都是比較高位 港股也反彈得不少 去到 接近25000點 那這些 是不是消化調呢 或者 那些人還是 打算一面倒會贏 不緊要了 到時候才算數 跟著就 即是現在其實 萬中觸目 除了客觀形勢 在海外查 美國大選 之前五中全會 其實在內部 最重要就是 抽什麼股 剛才說 什麼板塊 抽一抽 螞蟻 要多少錢就抽 即是說 艾邦尼要怎樣做 這個 反而下星期的焦點所在 不過我覺得 在五中全會 大家要看一下 那個路向 因為十五 計劃每五年才做一次 是 因為這五年的方向是怎樣 根據疫情之後 有個比較明顯的經濟復甦 是不是真的 明年的復甦 它需不需要 現在都沒有人再說 減存準金 現在都沒有了 沒有了 以前的 沒有這首歌仔唱 外國還在爭取多少錢 在美國那裡救 但中國沒有再想這件事 究竟想一下 經濟方向 怎樣令復甦更加穩定 所以 疫情你看到 美國單日增加7萬7萬 確診 是歷類最多 西班牙 法國 這些限分 過百萬宗 還在增加 意大利又在上來 所以 這些 外圍的經濟 這樣 是不是再繼續拖累 這些 仍然是 事件 大家不要說高興 太早 只是看著 港股 看著美股 沒事了 看著美國大選 但其實疫情都重要 不過現在 死亡率真的降低了 因為大部分 現在感染一些 就是一些不聽話的年輕人 多的 所以 死亡率就會低些 但不要忽略這個疫情 如果再閉嘴的話 對經濟的打擊更加會大 所以幾樣的因素 大家不妨就 兜兜亂 不過下個星期 就真的要看下五中全會 五中全會 十五個規劃 我覺得是長遠看這五年 將會在行怎樣 因為這五年 將會到2025年 是 2020年究竟你知道 怎樣做法 現在少了說 不過就是 2020和2025 因為 我記得 2010年的時候 我們說過 將會將近這十年 GDP回到一回 變成小康之家 我想這次 2020年 大家都知道 小康剛剛 撞到疫情之後 會不會再看 將會 接下來的五年 是否再回一回 還是怎樣 現在 我們都拭目以待 還有 其實過往的五中全會 都會有一些 政策的行程 例如 開完五中全會 或者正在開的時候 其實A股 都會做好一段時間 還有相關的版塊 也會有炒作 其實 今年還會不會有 這支歌仔唱 就是相關版塊 大家都可能 例如大數據 又或者是電動車 會不會這些相關的概念 即五中全會概念股 還是會持續一段時間 有個升勢 如果剛才說的A股 近期A股就一般 你看到上星期 過去五日 上證指數都跌了1.74% 跟科技指數差不多一樣 比較 暫時來說 美國和香港的股份 除了科技指數 上證跌了比較多 1.74% 近期都是3,300點 好像似乎上不上去 3,200點左右 通常你剛才所說 是 人們會炒五中全會 或者十幾大規劃 這些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因為每五年才有一次 15大規劃 上次14大、13大 但是最重要就是 剛才說的內循環 大部分都是內銷、內需、穀穀 不會是出口 出口就比較擺在一邊 那你說 會不會是環保 那些呢 我想大部分都是 很多政策 就不是等這個時間出來 譬如你說 內房的政策 根本一直都已經說 不能炒 自由住 這些政策 一定是不會再突然告訴你 沒有了這個政策 一定不會的 這個政策一定貫徹下去的 但是就說 環保那方面 一直都是繼續的 但是怎樣增加 有很多人都覺得 怎樣增加內循環、雙循環 究竟怎樣做法呢 因為很多人現在未必想得到 即是 捕來燒現在都捕的了 那會不會就是補貼呢 現在市場也不需要太大的補貼 怎樣補貼呢 所以變成 我想是大政策和政府的一些扶持 令到整體來說 譬如你說 某一些industry 芯片那些扶持 那是不是大舉扶持 怎樣做法呢 反而我覺得 有些驚喜的出現 有些看法 未必一定會猜到 但是你說炒什麼板塊 是很難說的 農業那方面又怎樣 究竟新能源 新能源就已經是幾次的大規劃 差不多二十年前已經開始 每五年都提一提 提一提 那這個環保 我近期做得真是算不錯 環保車你現在看到 是 你不要說被壓迪 你被壓迫 很多 需要不需要 五中全會 才會撐起他 現在撐得很癢 所以我覺得 我反而想想 有什麼特別的驚喜 出現就是大家想不到 反而這樣更好 密切留意著26至29號的五中全會 如果聽眾想有關相關的板塊、股份 或者其他的股份想請教綠叔 都可以先打來熱線 1872881 好 不做美容,只是專業做頭髮 貴乎完美 所以頭髮的事就是我們的事 貴乎美育 我們永無強迫消費 你需要貴完美 發再生更高級的專業頭髮護理專門店 10月,貴完美 在世貿中心及上水廣場開新店 讓你私隱度更高、更舒適的空間護理頭髮 立即打5566-8399 找貴完美預約免費頭皮檢測 Shell 2號賽車手超過沙發 緊追Shell 1號車手 Shell 1號車手一個飄移經過餐桌 飛到Shell 2號車手 吃飯啦 只有你們兩個玩,不准玩啊 別生氣了 Shell藍牙遙控賽車極速補貨了 最多待會我再去Shell入汽油 換一部我們三個一起玩吧 這個長週末 BMW土瓜灣陳列室 化身成為汽車露營主題巡禮 全線X系列SAV 呈現多款優惠 全新X3SE版 由48萬9千起 X57座位 可享高達3萬元訓練禮遇 另有全新零首期 及現金梅陣獎賞 同場更設 躺池杯工作坊及免費拍車 這個長假期 新臨BMW土瓜灣陳列室 探索X系列品味旅程 考古專家 主持陳永露 五欣旗 881金融中心熱線 1872-881 熱線1872-881繼續開放 這個時候當然要說說艾磅 第七批通脹掛勾債 例如說艾磅2020年 昨天見到反應很熱烈 很多報章的頭版或財經版都說到 甚至是有些散戶 拿500萬去抽艾磅 但其實根據過往 他是由2011年開始抽 開始有發行這個通脹掛勾債券 但其實拿到的股數 其實都不算太多 還有陸叔 你之前都有幾期的 艾磅都有抽過 不如分享一下 其實投資策略應該是怎樣 很快說 如果你扔百萬或用孖短去抽 其實是不知的 因為第一 就是今次熱烈的情況 一定很厲害 第一 因為他有兩厘的保證 現在你看看通縮 就不是通脹 雖然明年後年或是會有通脹 但是2%以上的機會 暫時來說 除了明年後年 都未必有機會 所以有兩厘 就一定是很多人去贊 剛剛那些人說 螞蟻 螞蟻好些 艾磅好些 我想大部份投資都兩邊不同 但艾磅最完美 大家現在 其實真的不要 說孖短也好 什麼都好 最完美是最多五手 或者去到最盡 你都給十手 即是駁一下 循環 他的系統就是 你一定每人一手 你有一百萬人申請 都會每人一手 那裡已經接近一百億了 那你50億 最多派多一手 給一部份人 或者很多人都覺得 大部份人都是抽一兩手 我駁一駁 會有機會有十手 你可以駁的 其實成本不高 你再給五萬去駁 成本現在沒有息 收的成本也很低 但孖短的成本 就有利息 對不對 所以 而且因為你每人都是2% 你利息如果2% 你已經沒有了 對不對 所以我又覺得 不值得的 所以你只多拿一些現金出來 好像如果我不能填 給了幾百元去喝一杯茶 當初我說 會否影響去螞蟻 但螞蟻不同 蚂蚁老實說 現在最難說的就是 究竟是否真的星期二去招估 現在還沒有升起 不過現在網上發生很快 星期一宣佈 星期二就開始招估一點都不出奇 記住這件事 現在的蚂蚁為什麼遲遲都不出來呢 它就趕了變成九月份尾 九月尾的數據出來了 令到它的股值真的高了很多 股值高了很多 你們會是貴 叫做貴了很多 但是貴得有道理 或者那些人覺得 蚂蚁差不多舔到盡 這個就有理由相信大家說 我還是看好前景 沒有問題的 這個看好前景 蚂蚁的前景跟阿里巴巴一樣 還是繼續 這幾年還是高速增長 不過它舔到盡 多了還是高價定價 大家要小心 不要過分投入 你不要用過分的蚂蚁 因為蚂蚁蚁蚁 一點都不會便宜 現在全世界都是看著借多少錢 再提醒大家 新股的熱潮 除了蚂蚁 我想都已經降低了 昨天大事先升藥業 暗盤 星期二先掛牌 暗盤是第一次藥業 有這樣的投資者 有這樣的裡面的大摩 大家覺得以為不能輸 而且賺了很多錢 誰知道它跌破招股價 還跌得很深 跌了一成百 是的 如果六百多倍 有那些大的抹轉營購 那裡不見了一元息口 還要跌了那兩元 也不見了很多錢 所以大家的股值太貴的話 其實真的少住 或者是控制著自己的成本來投資 螞蟻無論如何都可以 無論如何都應該申請 但不要太過分 用孖展投入得太厲害了 是 聽眾就要特別留意 小心住馬 我們的熱線也繼續開放 187-2881 新聞之後 接聽聽眾的電話 Smarttone加Ericsson 世界級5G覆蓋滋港 上週11點半 上Smarttone五次計劃 送1000元月費回贈 或手機配件勵勸 即上台吧 雷霆881 新聞報導 日記電評報導新聞 消息指 本港新增約六中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 衛生防護中心下午舉行記者會交代 勞工求福利局長羅志光說 目標是明年度2元乘車優惠 放寬至60歲 他在本台節目說 政府已經大致完成相關檢討工作 正向行政會議成員簡介 和分析相關數據 過程當中消息洩漏 令部分議員有強烈的反應 他強調計劃並沒有任何改變 相關工作仍然推進 甚至加快 政府目標 仍是研究於2021、2022的財政年度 推出有關政策 羅志光又說 政府推動任何政策一定有利有害 要平衡各方 在聽取意見之後 將負面的部分減到最低 現時經檢討後的方案 未有落實時間表 至於濫用長者八達通的問題 羅志光表示 問題令人憂慮 但難以估計情況有多嚴重 他說政府初步傾向 以個人八達通取代長者八達通 而60至64歲人士有大約59萬人 要發放大量的個人八達通需時 政府放寬本地遊人數到每團最多30人 並要遵守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在九龍塘港鐵站外 照著有一團20多人的本地團出發 行程包括參觀、藍年園池、口罩廠 及到灣仔午市 旅議會派員檢視旅行團 是否持有由旅議會發出的證明文件 帶隊的導遊說 對上一次帶團已經是去年的10月 疫情之後收入銳減 但因為有任教導遊課程 才不至於零收入 又說上個星期 在醫管局的普通科門診 留樣做本地檢測 有信心團友會跟從防疫要求 美國美代表處公布 美中第一階段美協議執行進度報告 指中方已經採購超過230億美元的 美國農產品 但協議目標的71% 在協議規定的57項 技術承諾當中 中國已經履行了最少50項 仍有關的結構性變化 令美國農民在往後幾十年都會受益 報告又指 協議生效至今 美國出口了創紀錄的870萬噸粟米到中國 預計明年的大豆出口額將會是2017年的兩倍 到8月為止 美國出口到中國的牛肉和牛肉製品 是2017年的三倍以上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說 為了應對中國騷擾印太地區的預算 美國海岸防衛隊計劃在西太平洋 和部署新一代的快速反應巡防艦 執行海上安全任務 奧布萊恩指 中國非法未經報告和沒有節制的捕魚行動 以及騷擾印太其他國家專屬經濟區的船隻 威脅美國和太平洋輪國的主權 危及區域穩定 美國作為太平洋大國 海岸防衛隊以致華府正是努力應對 這次新聞報導完 天氣報告 相對濕度43% Choco抗疫進修廚藝系列 有請在日本三重縣的香港師奶 Nicole 以我所知 因為金露煮的賣相 一定是希望栗子煮到金黃色 所以用黑糖、紅糖 就不太適合了 要用白糖 顏色不會滲透到栗子上 舌皮表面的單寧 煮出來會有一種苦味 所以要去雜質和苦味 要加梳打 煮兩、三次之後 才能去到那種味道 一家大曬 雷霆881 馬路的士交通消息 緊接全港路面半里左右 早上時間11時35分26分 出來提醒你 多謝居馬路的士台 司機345提供 呈長對荃灣方向近蝴蝶谷 有交通意外 龍味家系紮安全 最近既安全車速 小心駕駛 你好,大家好 我是香港心臟專科學院院長 陳毅然醫生 觀心病、心衰竭和遺傳心律失常 都是心臟撤死的高危因素 我們要好好把握 急救黃金五分鐘 因為早一分鐘急救 死亡風險可以減少一成 記住學會用自動體外 隨自理AED 你我都可以是救心英雄 今年的世界心臟日主題是 齊心、護心、顯關心 立即上網搜尋心臟健康頻道H2C 或者致電28992035 了解多點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雷霆881,護心有發 即日起,Jaguar Land Rover年度清貨行動 獲獎無數 被譽為地上最美麗SUV Range Rover Evoque及Villa 優惠分別超過10萬 只售75萬8及85萬8 更可免費升級20吋輪圈 及狂數1萬元品牌精品 機會爛防 今個weekend 年度清貨行動 順有其他熱賣型號 特高Train-in計劃 經理即時股價 Jaguar Land Rover 銅鑼灣陳列室 及葵聰品牌中心同步舉行 只限指定現貨受完職指 黃獨益活落油 天然陣痛配方 藥力快速滲透 直擊痛楚根源 有助預防及舒緩痛楚 激活根落關節靈活性 換成身體每組肌肉 讓你活出無限可能 消酸解痛 瞬間輕鬆 黃獨益活落油 一圈圈音樂圈 五喉Live House 發放音樂能量 明天 一圈圈 五喉Live House 邀請到 新歌《基本戀愛套路》 MV有未婚夫鄭俊宏 做男主角的何彥詩 還有,因為新歌《差不多小姐》 勾起無數暗戀回憶的C康橋 明天下午3時至4時 紅書儀約定何彥詩C康橋 介入五喉Live House 一起音樂起動 無論妄想不景 愛過 每天 你總會遇到幾個熟悉的陌生人 但他們在背後為你做了多少事 你又知道嗎 逢星期五晚10時半至11時 企業咬業 將會走訪各企業的前線員工 和管理層 了解他們在逆境中 如何以專業態度發揮最大力量 企業咬業 由香港房屋協會 跟你一起堅守崗位 一隻手指可以指揮輕鬆節奏 也可以指揮你的強積金 更好環保 我黃遠之鼓勵大家 立即開設和啟動網上帳戶 主動管理強積金 以電子方式 收取受託人發出的強積金結單 和其他資料 省時間又省時間 指揮你憧憬的退休生活 一切電子化 更輕鬆更環保 詳情請向你的受託人查詢 考古專家 主持陳詠璐 五欣期 881金融中心熱線 1872881 1999 未來接聽聽聽眾電話的時間 上一節談到一隻新股 以及鮮聲月業的暗盤 går喬?". 趕緊,電話旁邊馬先生 是其中一位 買了鮮聲 Monday天的聽 Second Years 先請他出來來叫他 馬先生..." Alright trochę 可能不好了嗎 énormément 三手 三手 你是用現金抽 還是用孖展的 用孖展啊 所以有雪賣息 三手其實你放的所謂借的錢都不多 其實利息雖然是高些 但不會太過離譜 如果你說頂頭最悲那些 那些利息很厲害 幾萬人四息 我想你那裡一分鐘都是幾百至幾千元利息 因為這樣先升 大家都有三十幾萬人申請 那幾多人還用孖展 我不知道 但問題就是我百多倍所得的 很少 但這次真的大家縱伏 不知道縱伏當然是甚麼 第一 先升的股值真的挺高的 不過沒有人看過股值 基本上只看甚麼呢 看看誰做普箭人 裡面所謂叫做基石投資者 那些人 全部都是比較 是中了以前的藥業股 或者B仔股 或者生肥科技股 那幾隻的投資者 股份一定是升的 這些這樣的錯誤 不要說錯誤了 暫時來說短暫 今次就好像不合作 不知道是否因為剛剛螞蟻 大家急於立即套現 或者大家都覺得很貴 第一天就要這樣壓低 那個gray market的暗盤 正性式式暗盤 就真的有指導性 但未必是代表市場 真正正正的加環 譬如像gray market 那些基金拿索貨 就沒有可能可以在暗盤市場沽倒 所以今次是否有新聞 特地壓住價位 讓人們止蝕來扔給他 說確實真的太貴 兩者都有 我自己都很難去給大家意見究竟怎樣 反正gray market 都在手上 一定要第一天 究竟是否需要沽了他 蝕本 我覺得如果這樣出花 會不會越蝕越多呢 我覺得跌了20% 估值已經不是貴 而且他不是不賺錢的公司 你B仔股都沒有賺錢 都是這樣 而且那些藥物不是垃圾藥 一定是好的藥物 其實最主要是十多年前 都是美國上市 不過退了市 因為回來香港再重新上市 這日藥業股是很久的 比較老的藥業就不學 現在是癌症 一招可以發達的那些 所以這隻股份 我覺得你三手 你又不是多的 其實這些股份 拿回來雖然是虧了息 但是所謂的本金是有限的 你拿了一手 或者三手 或者五手都好 其實暫時來說 算出來 都是一兩元的大約十多二十個巴仙 你先保持下去 沒辦法的 第一 我又不建議 第一口價就要沽了出去 我覺得會有機會反彈 但是如果反彈不超過 亦都不想得回招股價 就多一個星期左右 如果想不回 就不如索性 就抽個第二隻 或者把資金去抽螞蟻 因為將會將來 星期一 星期二 那些人要看有沒有反彈 如果沒有反彈的人 如果短線的人 那些人會覺得 我將錢在螞蟻賺回來 會有機會這樣養 所以你要看著 頭幾天看看 會低位 慢慢上回來 一上上市價 再去 就可以等了 如果不去 就不如索性沽了 好嗎 馬先生要留意下星期二 第一天掛牌的情況 多謝你的電話 另外 不如我們轉外板塊 看看這個星期 比較弱一點的股份 一些新科技股 看看阿里巴巴 昨天 都見過300元的 300.4元 不過收市跌了一點點 收報298元 電話旁邊 現在有李先生 想問一下阿里巴巴的 早晨 李先生 早晨 李先生 早晨 兩位 我這個阿里巴巴 我就在253日 請問 拿到哪個位置 適宜沽出呢 阿錄述 短線呢 我就覺得短線就是 我想我過年預算都說了 即是說290至300元是我的目標價 在螞蟻上市之前 這個價錢一定到的 現在真的到了 前天曾經最高見過303 303.8元 303.8元都見過的 我記得這個價位我都沽過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回落呢 我覺得阿里巴巴回落不多 雖然暫時短暫有些人說 阿里巴巴不如我暫時用些錢 過去買個兒子先 然後回頭再買 或者如果你有兩三次本錢 就沒什麼所謂 阿里巴巴長線來說 不只是靠螞蟻 螞蟻三成的主要 阿里巴巴將會來 雙十一的生意額 就會刺激到它的股價 再繼續更上一層樓 不過短線呢 它有很多人的目標到了 會有少少沽售的壓力 你看到300元樓上 好像有個投資者 他手上的投資者都沽貨的 在300元樓上都沽貨的 即是一個大基金 有個大基金都是 不過我覺得消化了 很有消化 這個股份是適宜中長線的投資 你現在拿著250多 但如果你說 我不知道你多少貨 如果你很多貨 適宜就是300元先沽些 或者拿些錢去投資螞蟻 然後先吃虎 一步步一步一步 我想300元短線 今年的目標價 只有310元 但很多證券行 就不只是看螞蟻 出了一些報告 對阿里巴巴9988 這個股份 將它的目標價 本來是310元、320元 去到340元、360元、70元 都有的 所以它的業績 這次第三季度業績 雖然阿里巴巴還未出 螞蟻 外面吹風說 它這次因為為了 拿一個估值在螞蟻 出了第三季業績 升了七成的 所以在螞蟻集團 或者阿里巴巴旗下的公司 增長程度的快速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我仍然都看很長線的 阿里巴巴 因為阿里巴巴現在 以估值來說 今年都只有30倍 所以變成是不貴的 所以你手上有的 我覺得不要 沽了再買過 我覺得未必買得太低的位置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慢慢 慢慢將利潤套現回來 然後 炒一轉螞蟻 然後再做 需要兩隻 兩隻一起拿長線 或者拿一隻阿里巴巴夠 到時你才決定 好嗎 好多謝李先生的電話 另外 有人喜歡這些新經濟股 有人都喜歡比較穩陣的股份 看看這隻270月海投資 見到它的股價很小 近期就弱了少少 昨天見過11.8 一個月低位 電話旁邊有聽眾 想問一下這隻股份 早安 張小姐 張小姐 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12.6買了月海投資 那我就打算穩陣 但是買完之後 都是這樣跌 還有聽說 好像快要有那個 水定 做簽的協議 那裏有什麽影響 你收息沒有 我收 剛剛好像最近那個 是隨靜了 九月底那個 中期息 那個應該 他好像未派到的 你派到是隨靜了 那裏應該有了 有五毫式派的 五毫式 有五毫式的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 有派息0.578 那好吧 我覺得這個你除靜了 其實這個月頭 這個月頭 月海投資 一直都是講水的 有七成都是靠水的 因為它有些業務 國內和香港 都有些酒店的業務 比較差 所以曾經 在三四月四五月 就曾經跌了下來 就是因為它怕它 酒店旅遊 除了水 酒店旅遊的業務 就真的做得 就是害怕 害怕會有影響 所以變成在高位 是回落了不多 都幾多下 但是去到十一年 它已經是 已經充分反映了 現在派息率 有成接近 是 比率 七成半 收益 有成接近五厘 我覺得 就可以接受 如果你說計算你的價位 加上息口 其實就不輸得多 就是可以 這個公用股長線 因為水的協議 或者這段時間 未必一定會加到價 但是我覺得 那個協議一定會繼續長線 香港 一定要繼續在東江水買水 所以 這個就是 用來長線來收息 應該都不錯的 你先拿著它 好嗎 好 多謝張小姐的電話 還有更正一點 那個派息方面 那個0.578 就是全年派息 近期的中期息 就是17.64先 那就要留意 另外 講到收息之選 也有些人就 鍾情一些 三桶油 看看是386 他前一陣子 就除靜了 見到他昨天股價 就走得很好 升到3.2的水位 電話旁邊有吳小姐 早安 吳小姐 吳小姐 可能走開了 你好 吳小姐是不是在 是的 你好 早安 早安 兩位 我呢 三個1號8買了 剛剛買了 特定收息 是 即是收了息 就掉了 接著現在上來 應該是甚麼價位 走呢 即是現在財息兼收 即是你扣了息口 那裡之後 就回上了 是的 那你說 你只想收息口 就不管了 股價 上來了 那就收了息就算了 不是 我想賺股價 我想賺到甚麼價 那樣樣 昨天就升得比較多 是的 有見到很多 近期真的油股 就好像昨天 真的挺報復性的收高 但是就是油股價 是不是油股價升上呢 油股價一直都是這些水平 其實油股價都沒有甚麼升跌 又上了來38至42元 中間 一直都沒有動過 但是 386和857 883 是一直下跌的 其實第一 就是大家都怕收益會差 上半年的收益確實是很差的 但是第三季度好像聽說 有些起色 現在為甚麼有部分資金追進來呢 就是第一個估值真的很便宜 那大家覺得 復蘇的概念是快要回來了 尤其是國內 尤其是食化類股份的需求 在第四季度 大家都覺得會增加了 第三樣東西 第四樣東西 就是說 現在的油價 到明年也好 油價都會堅停 因為各組織也不想油價跌得太厲害 全面增產 他們仍然可以繼續 保持減產的協議 所以變成油價 就會在四十元左右 直到現在你寫的三百六 始終都是食化類股份 是收益的 還有它收入都是靠下油 所以下油 將經濟復甦對它有幫助 所以我覺得中石化 除了收息也好 股價已經在三元以下 已經盡量足底了 所以我建議你 都可以持有多 去到三個 換三個六 才考慮需不需要離開 好嗎 好…謝謝… 謝謝吳小姐的電話 我們也休息一會 下一節繼續接聽聽眾的電話 好 本週末 旅程車現貨 更積獲高達三千元油圈 新一代GLC300 配備全景式天窗 及Gertat式電動尾門 每月由6200 或售價55萬9千起 A200配備AMG包圍 及18吋AMG輪圈 每月由4000 或優惠價34萬9千起 活動更設兒童電動車駕駛體驗 歡迎葵同家人 親臨平設品牌中心參觀選購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考股專家 主持 陳詠璐 吳欣琦 881金融中心熱線 1872881 好…繼續接聽聽眾的電話 最近支撐大市的舊經濟股 當然要說說 尤其是內銀股 看看建行939 這個星期升了4.3% 做得不錯 電話旁邊 現在有黃小姐在這裡 早上黃小姐 黃小姐 黃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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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幾錢買的建行 我是5.6買的 我想問一下 上網有多少 5.6你剛剛買的 是嗎 是呀 挺好 追得挺貼 內銀股 尤其建行很多人都很心傷 一早賣了 有些人為了長期才收息 有些人覺得今年全年派息會這麼少 所以那時候由6-7元 這樣滾下來 滾得挺快 挺傷的 近期有些起色 尤其建行 建行的成交額 過去那兩個星期的成交額 有些股份的資金 幕內也好 北水 所謂叫做 還有一些基金 是真的買回 第一 有機會長空萬利那些 所謂這隻股份的基金 應該是差不多平倉 要平很多倉 還有一些長線基金都買得到的 第一 第一 就是覺得在內銀股中間 就是讓利那樣東西 應該 正小小 應該 中國經濟這樣上華 應該都不會需要太大的讓利 第二 就是 他們的撥備 各樣東西 經過了第三季度上回來 第四季度都快來 看到中國經濟是復甦的 全球復甦最快的 亦都內循環或者新的 將會來的 剛才我們所說的五中全會 就是希望有些比較好些的 刺激經濟的方案更加出來 對內銀就有幫助 最後一件事就是說 下個星期 他們會宣佈第三季業績 幾件事加起來 有很多人都害怕 第一 沽空了一定馬上叮叮叮回補 第二件事就是說 將會來的 他們的目標價 或者估值 將會復修得比較快 所以健康雖然這段時間 都反彈得比較快 但是他們的回落的幅度 沒有什麼 所以我覺得他們會直線 會有機會 去到前一段時間的打橫區 大約是六元至六個月左右 這個是近期的一個 出業職前後的一個目標價 如果你說短線 那你這些水平 但是如果你說 我又買得多的長線來說 我覺得明年 它如果撞著撞著 業績是好回來的 未必一定會減派息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所有內銀股 我覺得已經是最低位 看到的 近期會有 慢慢復甦得比較快 好嗎 好多謝王小姐的電話 有些時間關係 我幫下一位聽眾 馬小姐 現在直接問你 她買了1638 佳兆業 近期其實她在4元開始滾下來 她自己是3.86元買的 那是否應該繼續守住呢 現在是3.69元 近期的內房股 確實有少少調整 大家恆大事件 三條線 很多人都覺得 就是mortgage那方面 怕息口會有機會控制住 銀行不遮得多 但其實這些是茶杯裡的風暴 我覺得介紹她自己的大灣區 和深圳的樓屋買得很好 你可以先放膽拿著她 好嗎 那就給點耐性 馬小姐 我們時間都差不多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好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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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